有一個工作人員就是 出來那臉是綠的這樣 我說你是不是有怪東西啊 我說是不是在那個 角角邊那一塊 特別 就是 你站在這個空間 你覺得那一塊特別黑 你知道就是 我說是不是就在那一塊 他說對 我說那你看到什麼 他說有個人站在那邊看我 我就聽 呃好 不要講 然後我就進去要拍我了 我就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只是拍一下戲 很快就走了 好 那稍微等一下 我們馬上就拍好了 就趕快拍啊 拍拍拍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已經沒辦法進來 他進來就 他哭啊 沒辦法進來還是叫他到外面去 所以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藝人在那邊拍戲 都有這個經驗 對 那裡好多喔 很多靈異節目啊 觀眾都說是假的 那 韋哥認為 我告訴你 對這種講法 這個我不能講 因為我不能說 每一個靈異節目 他做的影片我都看過 那我不敢說每一個都是真的 可是我必須要講一件事就是 我們大家在台灣混 我們很清楚 Cable的製作費很低 靈異節目 它不是主線節目 靈異節目的製作費更低 三萬五萬就做一集了 第一個成本低 那每個禮拜要播一集 成本這麼低 每個禮拜要播一集 請問台灣有那種能力 送到好萊塢去做特效 回來播嗎 沒有嘛 中央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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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 中央片場 多了 他那邊有個農舍 可是我看到很可愛 他們就這樣排排站 這邊是客廳 這邊是牆 客廳這邊有沙發 這邊是窗戶 他們就這樣排排站這樣 對啊 每一個啊 高高低低的啊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好可怕 中央片場 我在那邊待過兩年 因為連環報 隔姐曾經把那邊租下來 當作片場 可是只有其中一個攝影棚 其他都是空的 那也是我們在等 晚上無聊就到處晃 晃到 聽到就是裡面 黑黑的地方 聽到裡面喊 五 四 三 二 然後裡面有人講話 卡 來 下一場 我想說有人拍戲 誰在拍我再聽聽看 那幾個棚都是黑的 就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就是黑的 跟你們聽到裡面的聲音 好 可以 可以 再來一次 來 主角站這邊 來 燈光 站 二二雞 你聽到這種聲音 我在那個地方拍過一次啊 就是 那天是拍一個什麼 拍一個 我們是弄了一間全部弄黑 那我們是有一個 有點是意境的東西嘛 那我其中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然後我們一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弄了 我自己就覺得 有點不是很舒服 我就 欸 打氣啊 什麼就怪怪的 不是很爽 你知道嗎 那我就知道可能有點怪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拜三太子 什麼一大堆 我就覺得不是很舒服 過一會兒呢 結果一個工作人員就是 出來那臉是綠的這樣 我說 你 是不是有怪東西啊 我說 是不是在那個 角角邊那一塊 特別 就是 你站在這個空間 你覺得那一塊特別黑 你知道 我說是不是在那一塊 他說對 我說那你看到什麼 然後有個人站在那邊看我 我就聽 好 不要講 然後我就進去要拍我了 我就不好意思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們只是拍一下戲 很快就走了 好 那稍微等一下 我們馬上就拍好了 就趕快拍啊 拍拍拍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工作人員 已經沒辦法進來 他進來就 好哭啊什麼 你沒辦法進來 還是叫他到外面去 所以那個地方 其實很多藝人在那邊拍戲 都有這個經驗 對 對 那裡好多喔 那時候你早期拍戲的時候啊 然後那個廁所 好奇怪喔 他的走廊好長喔 然後很多場景啊 你要去上廁所 怎樣 沒有… 缺乏人在弄怪聲 上廁所的時候啊 你經過那個走廊 都是陰陰涼涼 有沒有很長 對 因為它很長 然後那個場景都不是停時間 就是什麼 什麼醫院 反正那邊的場景 你必須要經過那個場景 然後我那時候 老師到那個走廊的底的時候 就會看到我擺一張 好像椅子 就擺很久 可是也不知道那張椅子 到底要幹嘛 就擺在那裡 然後一直… 轉彎就是廁所了 然後我就去上廁所 那時候已經大家就喊收工 可是因為很急 要回家之前想說先上 要不然從中間回到家 要一個小時 後來我就上廁所的時候 我就… 才剛脫褲子的時候 我就感覺有人在偷看我上廁所 我就這樣… 沒人 然後又繼續上 又感覺從這邊 我就這樣… 又沒人 我真是想 我一定要看到 我就這樣一直這樣看 結果我就… 我就真的閃到了一個 好像老頭 然後是戴那種毛帽 毛帽的老頭 我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閃… 我就閃到一個他這樣縮回去 結果老頭 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怎麼會有色狼 我就說 有人往上廁所 然後罵完 我就褲子隨便穿 我就把門打開 我正要出來抓那個色狼的時候 我發現不對 我隔壁根本就是 那個門是壞掉的 可是剛剛我為什麼聽到有人 跑掉門是綁關起來的 門是壞的 所以我才會上這一件 然後我追出去的時候 我就遠遠看到有一個 好像老頭的背影 就跑很快跑掉 後來我就跟我們同事講說 好可怕 我剛剛看到一個老頭子 偷看我上廁所之類的 然後我同事就說 那他是不是戴一個毛帽什麼 我說怎麼知道 他就說 唉唷 你遇鬼了 因為我原來那個 老頭是在很久以前 早就已經 以前是好像軍營 好像聽說是軍醫院 對 好像是老兵還是什麼 早就往生 然後他常常都是戴一個毛帽 然後那個位子 其實就是給他坐的 然後我竟然被鬼偷看上廁所 我就嚇死了 我從此尿尿 我都不敢去哪尿 而且我一定要拖一個人 然後進來廁所旁邊 站在我前面這樣子 背對我才 我還敢嚇 好可怕喔 可是像你們這樣劇組 出外景到這個現場對不對 一定是臨時發生這種事 對 那繼續拍大家都不會怕嗎 還是繼續一直在那個現場拍 當然要繼續拍 因為聯繫啊 那你只好抱著那種 很尊敬的心態去啊 對啊 因為就像我們靈異節目 我們常常到那種 真的兇案的現場 有什麼去 可是我常常都跟他們講 我說 對不起 冤有頭載有主 不是我要來的 我不是故意冒犯 你是製作人 你就找製作人 我就這樣跟他們講 因為他每次都去闖那鬼地方 然後他很喜歡在那邊 跟鬼嗆聲 只要人多 他就好像自己很厲害這樣子 可是每次發生事情 你都會看到機器啊 大家跑的時候一片混亂 永遠製作人背影 都被機器拍到 他就是跑第一個 然後有一次啊 他就是很奇怪 他就在現場 他就說 我告訴你喔 你啊 鬼都跟著你啊 然後什麼 就一直這樣講 我說 你在欺負我 跟在我旁邊的鬼 他就會讓你難堪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說 不會啊 不會啊 然後我就做事要打他 他就跑出去 然後綁人就關起來 那以他的個性 我更了解 他是那種很愛逗人 他應該不到30秒會再回來 可是奇怪 他去了三五分鐘 他都沒回來 然後我們大家就覺得 他是出什麼事 門一打開 他倒在地上 然後他的指甲 腳指甲是整個掀開了 就很奇妙 他這樣唱就這樣 自己好像 他就說 有鬼 他就這樣講 他就覺得他自己被鬼欺 真的 真的 就很膽小的製作人 然後又很愛做靈異節目